有一台汽車從這邊直接過去撞到 然後被老闆娘看到 然後那台汽車就直接跑掉了 那現在貓咪我們現在要請人家來把他接走去做火化 間接在後面的電池裡 然後賠靜著 Zebra王 2久 3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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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久 3世 那個是寵物火化的嗎? 對 不好意思 你們是24小時都可以接嗎? 因為我們這裡馬路有一隻人家養的寵物 然後想要找來幫他送去火化 我們在哪裡? 我們是在這邊算哪一區? 中山路284號 中山路284號 中山路啊 中山路285號 這樣子總共是要多少錢? 我問他一下 小貓咪應該差不多一公斤左右 中山路28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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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他現在是要問說 如果來接走火化的話大概多少? 如果是1公斤 1到10公斤的話 2公斤的話 4千 團體的話 4千 團體的話 那個老闆 團體 團體火化是1千5 對 個別的話是4千 團體就好 用團體 團體的然後再加夜間加成總共要多少? 團體的話 1千5加夜間是1百 這樣總共是2千嗎? 對 我給你地址好嗎? 大社區中山路 沒關係 284號 284號 阿明傳統美食 大概多久到 老闆娘你貴姓 我姓林 他姓林 林小姐 多久會到 我在 因為我手臂打人家在那邊 好 OK 好 謝謝 幫你回首多久到 他現在確認一下 然後等一下馬上回店 好 剛才 剛才貓咪 貓咪本來在那邊 然後 我跟丸子工作完之後來附近吃東西 結果 有一台汽車從這邊直接過去撞到 然後被老闆娘看到 然後那台汽車就直接跑掉了 那現在貓咪 我們現在要請 人家來把他接走去做火化 對 那今天貓咪是老闆娘的 對 難怪我奇蹤 為什麼我今天示範這個 電視邊想聽 嗯 這邊 好 我們打馬賽克處理 然後現在 先在這邊協助老闆娘 等那個 先生打電話來 要不然他在那邊好壞喔 對 如果我們把他移到這裡 對 他跟他說感覺貓咪可以 對 要再潑一下水嗎 剛才有血水呢 那洗不掉了 沒有這邊這邊 還是 要不然先這樣 他剛才撞到的時候 你有看到 我有看到啊 你有看到他撞上去 然後他就直接開走了 他開走了 開走了 因為我剛好跟他出來 我想說 欸 地上怎麼一隻貓 在那邊收錢 然後我在打電話 我老闆睡著了 結果我老闆過來看 怎麼辦 因為我一個人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對 那這樣 因為他輪胎撞到一定會有反應 他應該是想說是流浪的 可能就直接走掉了 不然 你輪胎撞到那麼 沒有 我今天有撞過我貓喔 我就有驚訝 對啊 我直接撞過的時候 就是 很明顯動一燈 對啊 前退 他從那邊跑過來 對面我看到他跑過來 對 然後黑色的車子 他是這樣轉 轉進去後輪輪開 嗯 我看他這樣做 他等於前輪壓到之後 後輪又壓上去 對 前輪他還沒事 他就跑過來 逃跑 那個前天要逃跑 跑到後輪被後輪轉到了 這樣子 喔 然後還在監渣 那時候沒有當場 喔 當場走了 就還在監渣 好 那裡的金湯能量嗎 可以啊 可以喔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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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幾秒的豬啊 豬啊 你豬還要擺啊 對啊 怎麼練 怎麼練 跟他說前前 一路好走啊 那樣 有什麼話想跟他講的 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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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擺 好 300 好 好 好 一路好走嗎 不然 我會擺準 有行李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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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有難怪做到這裡 多少開始 都可以來 五太 bye 好 我就有小 buddy 阿香應該等一下放裡面就可以的 來放裡面就好了 來放裡面就好了 9 10 這是熟貓咪的嗎? 對 喔這邊這邊 被撞到了 被撞到剛才在外面旁邊那裡被撞到的 那個上圈我會先拉掉 喔好 我先放在旁邊 需要剪刀嗎? 你先放旁邊 等下再 再繼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我们事情处理到一个段落了 那来龙去脉其实是今天我跟丸子去处理另外一件事情 那我们就刚好来到这一间叫阿明传统美食 那上次其实跟Kim我们来吃过一次了嘛 这次就想说在附近又跑来吃 跟这个猫咪算是有缘分 然后老板娘刚才一时谢谢我们 就是因为他是越级的 然后他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 然后那一只猫当初是他跟人家抱来养的 就是人家野猫繁殖出来 然后就是多生的他就给他抱来养 所以他刚才其实是吓到 可是他不敢喊出来 他亲眼目睹他被撞 他不敢喊出来是因为汽车快速就开走 然后他担心吓到里面的顾客 因为毕竟他那边是坐餐饮的 突然间有一只猫 他喊那么大声有血 怕顾客会吓到跑走 所以他就不敢讲 是我主动问他说怎么有那只猫 然后他才讲说是他的猫 我才开始按录影我想说帮老板娘把这一个片段记录下来 让他可以留着 因为这只猫毕竟他刚才私底下说他养很久了 然后另外一只猫最近也不知道跑去哪里 所以就是 反正就很沉闷的一个话题 但是那一个人他撞到之后直接跑 我是觉得不可能不知道 对因为跟你讲 我看过一部影片 假如说你钻到动物那猫是有灵性的 然后猫他 你钻到什么一只猫 这个人会倒霉养人 你开始追养人 睡到不能再睡了 然后假如说你没有 你跟他道歉还是处理的 你可能睡了三四年了 就加重 因为猫其实他们算是很有灵性的 很多宠物其实也都是有灵性 只是说你撞到他们 你没有请人家那种来把他收走 那变成说 变成说是我们 变成说是我们在现场看到 然后才协助老板娘 来把浅浅送走 因为那只猫叫浅浅 然后来把他送走 所以到我们刚才要离开 老板娘还是一直很谢谢我们 因为他说他如果没有遇到我们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我就跟他说 没关系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做相关这一行的 我有跟他说 我们平常就是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会去 特別大惊小怪也不会看到会害怕 就是我们也是留下来协助他 我们从10点50分钟吃完饭 然后协助到现在 快12点 12点了 现在刚好12点 可是一种可能不然 对啊 那我们就离开吧 不过尽量我跟同学转一下好不好 开车开慢一点 就是阿公阿妈 麻烦是尽量三点 然后好歹是个生命 所以说你不喜欢撞到 你要停下来告诉他 甚至道歉 我不是故意的 帮他做后续处理 不要这样子撞到之后 就直接走了 你这样我们要终得行啦 对啊对啊 我跟妳讲 但我有尼性 他要跟你的车尾一起走 对啊 OK啦 那我们先离开了 好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谢谢大家 F 感谢观看